大家好,我叫艾蒂江,我来自新疆伊里,我今年19岁,来自英湖博基俱乐部 好的,那我们旁边的助理也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,我叫奈尔提列克,来自新疆伊里,是艾蒂江的助理 两位是队友吗? 对,对 可以了解了 那想问一下选手就是从事综合格斗大概多久了? 一年半了 在这之间有去打综合类的比赛会比较多吗? 不多,到了五场比赛 五场比赛 对 好,那到现在为止的话感觉怎么样呢?马上比赛要开始了吗? 可以 有信心吗? 有 好,那想问一下就是综合格斗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? 改变就是我热爱生活 更加热爱生活了是吗? 好,那你觉得自己综合格斗最大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呢? 我的优势就是我的身高比赛长 也是就是一对瘦 好,那我们赛前有进行减重吗? 减重 大概多少? 减了六公斤 六公斤啊,那其实也比较多了,现在有恢复好吗? 现在恢复了还行 好,那我们来问一下助理 就是在日常的训练和相处当中 你觉得我们选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 他是一个比较积极上上的人 训练态度非常认真 非常刻苦 对 那就你的观察 你会觉得选手在综合格斗的各方面当中 哪一项是他的强项呢? 他的战力地面都比较好 我觉得他的战力方面推法比较强项 所以是一个综合都比较优秀的选手 但是战力的会更加优秀,对吧? 好,那我们那边的话有几个牌子 就是给大家抽一下 看我们选手能抽出什么样子的 因为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环节 随机的 可以随便抽一张 那刚刚有说就是选手的腿法会比较好,对吧? 那飞吸的话会是自己擅长的吗? 飞吸踢 飞吸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什么呢? 可以抓 对 好,那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预兆 希望比赛就是以自己理想的状态去胜出,对吧? 那我们有一个固定环节 就是选手和助理分别对今天的比赛结果进行一个预期 那我们选手先来吧 有可能打三回合 对手也不是那么弱 有可能TKO吧,第二回合 好,那其实就是以分数判定或者是TKO或是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那助理呢? 我也一样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在第二回或者第三回合结束比赛 好,那我们的预测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,对不对? 那最后就是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吗?可以说一下 加油,自己 好,那助理有什么想对选手说的吗? 加油,相信自己,一定能成功的 好的,那就希望今天的比赛能够顺利结束 就感谢大家接受今天的采访 谢谢